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出入很平安的 而另一方面来看 美国的选举也吹起了强风 那么现在看到 这个提前投票的盛况空前 已经吹出了5000票以上 提早来投票 那另一方面来看 股市也是强风震震 川普投顾惹的祸 川普一直说 对台湾这个晶片抢生意 他很不高兴 还要收保护费 就很担心了 一旦川普入主白宫 台湾是不是会遭殃呢 另一方面来看 这两个风风火火的组合 那么川普竟然找马斯克来站台 那么马斯克还说 这个他觉得川普非常有趣 那么这个川普也说 接下来如果当选 要让他来负责 这个审计支出政府的部分 马斯克也捐出了 最大的政治现金 这个政商联姻 后续会如何的变化呢 另一方面来看 日本的政坛 也吹起了狂风暴雨 石破茂他的政治豪赌 这一赌自民党输得凄惨无比 他自己会成为最短命的首相呢 另一方面还来看 选举倒数计时 有哪些的概念股 现在还有机会呢 选后的国防概念股 真的会发酵吗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我们的房台准备区 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Ross 欢迎 大家好 我们云科大财经系教授 郑正理欢迎郑老师 大家好 智库东亚政经署署长 陈永峰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台风天在家追剧区 资深分析师 游民哥欢迎 建议来宾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邵轩欢迎 你好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 当然这个礼拜大家最关心 就是美国总统倒数计时了 这个选亲非常非常紧张 川普创意真的很多 他跑去麦当楼打工一天 亲自炸薯条给大家吃 而且所有都才要买单 那么当然也借机讽刺说 贺经理 你哪有在麦当楼打工过工 你哪是卖包 你根本就是工作经理造假 我们看到贺经理也很愤怒说 叫你们经理出来 我要跟他讲话 经理当然现在是不理他 我们想来问一下 目前提前投票盛况空间 刚刚讲了密西根州 有14万人提前投票 连纽约市都有25万人投票 想问一下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谁会最后入主白宫 Yes是川普 No是贺经理 请举牌 我们每次都在举这个牌 就是最后一次举牌了 好 四位川普 还有一位是保留态度 就是陈老师 Ross 就是川普了 就是川普了 最近民调 真的可以说有依捐者 从贺经理取代 拜登的时候 就是从七月底到八月底 好像这个趋势是立于 贺经理当选 但是后来发现在过去一个多月 贺经理接受越来越多访问的时候 发现他讲话都非常非常空了 然后川普一几次在冲冲冲 所以很多人真的认为 在最近几天的摇摆州的民调 现在是川普的机会蛮大的 川普匆匆匆的一个在放空 郑老师 是的 我觉得川普当选的机率蛮高 有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实际上贺经理还有十到二十八的机会 还有机会 原因就是美国原来的生态 最近这二三十年 其实是民主党大于共和党 过去我们现在一直看坏 就是前两任选举的时候 那个民调都是低估川普 可是这一次选举 有可能川普的选民勇于表态 那然后呢 因为上一次投票已经窜新高 这一次有可能更新高 那所以后面还是会有一些变数 所以到目前为止 贺经理并不是完全输 OK不是完全输 你就还有二十八左右的机会 前一段时间你看那个民主党 在经济状况在通膨这边 其实解决都没有到很好 所以大家认为最终 还是会依据经济来去做判断 就是谁能把经济搞好 谁就能入主白宫 所以我觉得川普有机会 OK好也是川普 讲到经济 我们台湾股民就心惊惊惊了 川普头顾再开张 这个台积电影感觉已经先遭殃了 那么川普一直在喊话说 这个我们台湾抢他们的生意 要交保护费 那么现在就连这个前安全顾问 波顿都说了 如果川普真的进到白宫 我们台湾恐怕会遭殃 陈老师你怎么看 川普最近一直提到台湾 对 说我们抢了他们的晶片的生意 只有我们会做他们不会做 他没有讲这个 所以他来拜托我们做生意才对 怎么抢我们生意呢 所以我们必须说服他 虽然我刚刚举一半一半不想猜 但是大家都知道川普要当选 所以不想猜 所以是那件事 川普当选 这是已经几乎是事实了 但是他每天在提醒台湾 偷了他们什么东西 还指问我们保护 他们想要保护 还偷我们的晶片 他们的公司intel等等 现在业势不好 甚至减少了雇佣裁员等等 是因为我们的责任 那个要说服 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非常多次 譬如说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要懂得说明 另外日本就是变成大规模的 包括丰田 本田汽车等等 等到美国去投资 那台湾现在也在做这件事 而这个我们必须请全力 包括我们的外交机构 我们的经贸机构 必须说明说 你觉得他不知道吗 买我们的东西 对你有好处 而不是双方去对决说 你欠我什么 我欠你什么 你偷了我什么 我必须怎样如何 另外国防预算上面是最明确的 还说台湾的国防预算 要提高到GDP的10% 还记得吧 你知道我们现在才几% 2.5% 另外一个比较的事实 日本今天才1.6% 对 德国说要从1%变成2% 也没变成 所以我们要小国防保护费 台湾今天都已经自己到了2.5% 那个也要说明 我们可以提高到哪里 我们要付出更多的钱 去买你们的武器 如果是那样说明的话 晶片这边就是小事了 两边一样贸易利差会透过各式各样的项目来进行平衡 而且 所以你强调要说明 然后不要跟他呛 说明不用呛 不用呛 因为会有温稳的可能性 这个态度不是太好 不是呛不过他就不能呛 一定要好好的是说 什么是你的好 什么是你的好处 安倍晋三也教过他 他第一任总统还没上任 已经当选了 就教过他 日本美军在日本驻军 比美军在你们美国自己驻军要便宜 因为大部分是日本出的钱 用这一类的事情 另外日本的安全就是你的安全 现在你要说明台湾的安全就是你的安全 那毫无疑问 台湾生产的晶片就是你的晶片 这个也可以说明 比较精细利益法则 让他知道是哪边才是好的 冰崩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我们要往那边去思考 而不是说别人呛我们就如何 而且川普的当选已经是死 所以这件事情逃不过 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共和党以后也会再来 所以总归你觉得 就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 台湾也不会照样 想办法 对方也会知道 晶片其实也不会出问题 因为你说我们是领先 不买是你吃亏 对 没错 OK 好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节目讨论过很多次 本来贺锦丽的民调 一度是追上川普的感觉还不错 但你刚刚提到说 他讲得太空泛了 美国人不能接受 你觉得有多空 造成这个选情的逆转 对 所以这个是并修最近一个民调师 还是一样 吴吴波 对 但是本来真的 有一阵子 从七月底到八月底 都认为 Kamala Harris会领先 何经理会领先 然后后来没有 而且川普很快 在最近一个多月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川普就catch up 因为本来 何经理在一些摇摆桌 包含冰桌 他有领先 然后后来川普catch up 他为什么能够catch up 因为在最近一个月 这个关键的时刻 何经理在精选的 不管是活动上 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的表现真的很差 多差你举例一下 就是他被问到什么问题 你对什么证实 比如说最近几天 有一个他接受访问 他被问到 你怎么会控制通膨 怎么控制通膨 通膨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故事 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家庭的状况怎么样 我邻居怎么样 等等 他都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讲故事通膨怎么做 他没有讲 他就是讲他小的时候的故事 他们一定有政策 怎么不讲出来 他讲不出来 就是他个人 而且我发现 其实他这个问题 也是四年前也有 因为四年前 他有参加过民主党 总统党内初选 后来他很早就推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人家也是觉得他讲话 对于政治方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空 OK 那这个幕僚没有在帮助他 因为通膨这是一个必考题 什么都没有准备 所以说现在贺金 另外一个问题 他跟幕僚的关系 非常非常差 对 他也是过去 他参议员的时候 副总统的时候 总统提名员的时候 他常常跟他的幕僚有吵架 为什么 因为他很难相处 很难相处 很难相处 好像是比川普还难相处 有人比他难相处吗 这很难 这女超人了 或许是因为他女超人 他就很难跟他的幕僚相处 我不晓得 所以内部也不和谐 不和谐 民主党自己也不想帮他 他常常换人 人家换来挖去 而且他最重要的幕僚是他的妹妹 那这个也很危险 姐妹总是可以合得来吧 但是姐妹合得来 但是幕僚不能接入 不能是 OK 这是一家人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 内外都不好 没错 所以一定是他 可能性真的很大 所以这是美国大选 选民会考量的因素 经济第一 第一是经济 第二是inflation 通货膨胀 通膨 哪一个候选人 在这两个议题 经济跟通膨 谁比较厉害 每一个民调都显示 在这两个重要的议题 是川普比较厉害 是核经理比较没有能力 那state of democracy 就是民主 民主会不会倒退这个议题 那当然 很多人认为 川普在这一体 是比较弱 核经理是比较好 但是犯罪跟美国边境 这两个议题 谁比较厉害 是川普不是核经理 所以其实在多数的重要议题 是川普比较厉害 不是核经理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 在下礼拜二投票日的时候 川普当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OK 大家选民 都是比较支持川普的政见 OK 谢谢Ross 郑老师我们一起来看 你觉得呢 我觉得刚刚Ross讲的不错 就是大家最明显的就是 Harris越曝光 他自己越减分 那甚至川普是很恶毒的 算是说他智力不足 因为 其实贺锦丽的大学 讲的智力不足 还有人比他更难相处 是的 因为川普可能就跟克文哲一样 自认为自己的智力很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谈政策的时候 因为他是法律背景出身 当过检察官 当过参议员 他对财经的了解非常有限 国际关系更是非常的糟 所以他在电视上面 有一些问题是长民在问的问题 不是专家在问的问题 他都一直在那边绕圈子 另外一个大家发觉 他在当副总统的这几年 其实他没有什么政绩 然后拜登派他出去 处理一些问题 比如说边界的问题 他都处理的不太好 所以他的民调一支 当为一个副总统 他的民调也就三十几% 另外一个就是 你看到最近的这个 中东的战争越打越烈 可是领先的都是谁 都是以色列 阿拉伯人一直在挨打 那你现在看到关键摇摆州里面 比如就像密序跟宾州 或威斯堪西里面 这一些中东人很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也很多 但处处挨打的时候 反而中东战争越惨烈 犹太人的影响力更大 现在川普是百分之百支持 连拜登跟贺锦利也不得不支持 因为金主的影响力太大了 所以本来阿拉伯人比较挺的是民主党 现在也转向了 是的 是的 他们原来是要投给拜登 跟哈里斯的团队 现在他也投川普投不下去 他可能就不去投票了 不去投票了 那另外一个就刚才这个Russ也说 就是说贺锦利 他有亚洲人的特性 喜欢用自己人 美国是第一大国 你看是约翰甘乃迪用的人 都是他的敌手最顶尖的 哈里斯看起来没这个气度 另外连他的老板 他们之间都有心结 拜登迄今为止 没有帮哈里斯真正的筑选过 那最近上个礼拜 又颠倒过来 是哈里斯不想让拜登上台 因为拜登的那个政绩真的蛮不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跟Russ有说内部有问题 出去跟很多地方的民主党的leader有问题 比如说他到费城 他到宾州 里面都有很好的这个leader 但是他的竞选团队都够不上 所以造势的时候 那个气势就差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西瓜效应 刚才大家都说 川普阵营表现非常的优异 他有一些超级助选员 马斯克 天天抽一百万美金 这个非常 然后你看到金融市场上 除了指标在转向之外 那些金融大亨也都纷纷出来挺 然后科技大亨 七大科技大亨 有五个现在挺川普 另外连报纸都转向 风向球也转了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 你看到我们刚才说 华尔街金融市场 还有就是民调 民调现在看起来 还是僵持不下 但是两次选举都显示 你必须就是民主党要赢 3%到6%才稳 那现在就看各州的民调 有没有这样的效应 所以这里面看起来就是说 真的西瓜效应 是让很多 不管是金融市场的精英 不管是科技公司 不管是大众 都有点转向川普 但是我说 因为民调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有一千五百家公司 在做民调 赌盘看起来绅士拉得很开 但是他有一些问题 所以贺锦丽 还是没有完全出局 OK 好 即便讲了那么多缺点 你觉得还是没有完全出局 但是搞砸这件事 是很清楚的 搞砸这件事 是很清楚的 那他哪有机会 还是有 还是有 因为学姐还没开出来 你怎么知道 比如说 听说你们猜日本都猜错了 有可能美国也猜错 天外又飞来一刀了 OK 所以政治永远也是 不到最后一刻 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就是选举的 这就是选举 OK 谢谢郑老师 我们另外来看 我们当然来看 这两个人 风风火火的组合 两座火山碰在一起 不知道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讲是马斯克跟川普 马斯克就说 要帮联邦政府预算减少 两兆美金 川普就说 我当选就是你来管 政府的财政支出 省计支出 哇塞 马斯克也捐了 1.32亿美金的政治现金 给川普 是政治现金的最高纪录 这两个人 你怎么看 其实他们的政治理念 跟他们的看法 跟他们未来的展望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听 听我们来分析一下 个性也是有点像 对 其实都是狂人 都是极右派 你可以看到 其实先前的话 川普一直一样是 紊压拜登 在第一次辩论之后 贺锦丽上任之后 开始有点要超过的感觉 但现在其实民调 就不相上下 但是外面传出 其实川普的上任几率偏高 就连36年来以来 一直支持民主党 就是那个华盛顿邮报 他的话在2013年的时候 被贝佐斯买下来 那他贝佐斯到现在 2013年到现在 也两次大选了 他也支持了希拉瑞 他也支持了拜登 但为什么这一次 他不支持贺锦丽 这个大家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贝佐斯 他是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自己就有一个大数据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猜测 他自己有一个大数据 说不定他自己 就会有一个 你要投不对了 对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民调 隐藏的民调在看 所以我觉得他的讲法 公开的讲法就是 不要为任何的总统背书 对 但是其实他以前 都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 那再来的话 洛杉矶时报也 苗头不对也转向了 也不再支持民主党 也没有说支持谁 但其实言下之意 就是不支持民主党 那贝佐斯其实在先前 那个川普不是有那个 被那个枪击 对不对 他说火苗下 那个展现极度的勇气的男人 所以他感觉也在开始 有点转向来支持川普 所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的确好像市场上的氛围 都在支持川普的情况下 马斯克就是现在AKA 川普最强的助选员 那他的话是捐了蛮多的钱 政治陷阱的这一块 那主要来讲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会好好 跟大家分析 马斯克为什么会这么 这么靠川普 那你看到现在马斯克 他其实有发起一个联署 对不对 就是说他这是支持修法的 你要背书支持修法 第一个就是言论自由 第二个就是勇枪 自卫权 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台面上的看法 最主要他是要唤起 大家心中的那种 不要被政府干预 松绑的那个法规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他其实 如果你只要去签连署 你就可以获得四十七美元 对不对 那你只要有拉 七来一百多的人 来一起来签署 就可以提高到一百美元 甚至你有 经由去签这个连署的时候 你还可以每天晚上 抽一百万美元的那个奖励 就有点像是那个乐透的感觉 对他的那个推特上面 他X上面也都有po这个 那究竟马斯克 到底要为了什么 出钱又出力呢 其实最主要的话 马斯克你去想象 马斯克他做的产业 一个自驾车 无论自驾车跟法规一定有关系 火箭的发射 卫星 低轨卫星 AI 这些其实都是各国政府 去严格控管 严格监控的一些领域 就让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上 OK 掌握在民间的话 那我就要严格去监控你 所以马斯克常常就会被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法规这个不OK 这个不OK 所以他就是小朋友被管了 就是这个不行 周末不能出去 你功课没写完 所以他就会想要去 挣脱那个法规 所以说他会急右派 就是因为要提倡减少监管 政府机构不要过度去干预 整个产业 整个整个那个营运机构 整个营运 其实他在印度 为新的那个评宽分配不均 也跟政府处得不愉快 在巴西也因为没有遵守禁令 Starlink也被重罚 那在欧洲的话 X平台 因为有些仇混的言论 新三社 以及一些非法的内容 而导致被重罚 在美国的话 其实也迪比皆是 所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的确马斯克跟川普一样 因为川普的政治理念 就是什么呢 减少松绑 美国再次伟大 就是不要受各国的影响 美国就是独大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两个政治理念 一样的人 我觉得他们就会组成一个联盟 来削弱整个 就是全球的监管 但这两个共同特色就是变变变 常在改变自己的立场 对 但这个也是市场上 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 有 因为这市场上 因为其实政府政策 比较喜欢的是 Stable 就是稳定 这两个都很不Stable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现在大家遇到的问题点 就是说如果未来发生通膨 如果未来发生关税 提高太多的问题点 到底要怎么样去取一个平衡 OK 好 所以基本上你觉得 目前是何德来的 好 另外再看看 川普最近又讲了个新的话 说关税比爱情更美 我觉得他真的还挺有创意 什么都能掰 那他这个讲了半天之后 经济学家好像不是这么认为 我们来看经济政策方面 有2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那很罕见的发信给他比一比 其实大部分都是支持这个贺锦利的 觉得他机会经济学讲得好 可以对这个通膨有帮助 对这个社会公平有帮助 那觉得川普会制造非常大的灾难 所以看起来经济学家 是支持贺锦利的 是的 民众看不懂吗 民众好像觉得川普比较好 是的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短期的这个金融市场上的 有所谓的川普概念股 跟贺锦利概念股 那最近的川普概念股 表现非常好 除了他那个平台上涨了四倍以外 另外就贺锦利就一直在往下跌 那跟川普有关的像比特币一直在那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半导体 把它归为是贺锦利 你看台积电基本上是往下跌 所以我们这张表就显示说 短期市场金融市场上 大家是prefer川普的 那现在这个23个 诺贝尔经济学讲 他们看的主要是中谈级 我们对比一下 你看川普刚刚主持人有说 他是关税 动不动就是关税 那贺锦利被这23位形容成 是一个机会经济 然后你看他的政策 川普的政策主要就是关税要 中国提高60% 其他很多减税 其他就是10%到20% 然后他要把关税拿到之后 要减所得税 所以选民非常的高兴 对不对 你看我就缴的所得税 现在可以不必 那从短期我们看起来就是 就是刚刚已经看到短期效果 是很好的 但是这些中长期的经济学家 认为长期物价会上涨 物价一定上 关税涨那么多 是的 然后你的关税没办法贴 贴所得 所以你的赤字也会增加 然后另外一个 你减税减最多都是有千人 贫富不均 不平能会扩大 所以你看他可行性 这边是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你关税增加 这怎么补得完 对不对 你税收减少33兆 关税只增加3.8兆 这个是用10年下去算 你就知道 即使他税收只有承诺的20% 你看那个gap就很清楚了 然后你贺锦丽这边 当然就是他有提高关税 看起来要协助中小企业 所以就23个经济学家来说 他基本上是觉得贺锦丽的方向是对的 不管对投资 可持续增长 社会公平都是对的 那我们再回头讲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川普上台到底会不会 让美国经济陷入伟大 或者陷入危机 首先我们刚刚说短期很清楚 现在金融市场上反映的都是一片繁荣 大家如果免所得税 大家就去消费 然后去投资 然后股票市场目前正在涨 美元也越来越强势 但是有人提醒你说 中长期物价会上涨 因为你客关税 进口东西就开始贵 赤字只会越来越严重 然后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 消费者就发觉他们所得是下降 美国GDP有点下来 这个对美国经济短多残空 那对友邦更是 现在他不是只有讲台湾的半导体 韩国也在错 然后欧洲也在错 所以所有的关税跟保护主义 只要跟美国很密切的 大概都觉得危险 相反的你看到 我们说全球化已经很撕裂 将来会更破碎 更多的区域贸易被瓦解 我们现在看什么TP CPP 上一任川普就拒绝参加 那还有很多local 所以整体来说 中长期全球经济 不是一个好的讯号 那两个集团对抗的时候 你发觉什么 西方民主集团在美国great之下 也许那个集团就变得更弱了 反而是中国跟俄国 他们最近才开完这个 扩容的金庄会议 那他的南方集团 有可能影响会架大 所以也就是说 对美国经济来说 可能是短多 长可能是空的 那对全球来说 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走向更糟的机会 是不小 OK 所以选民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吗 因为23个诺贝尔奖 跟选民差距是很大的 选民是我荷包只要有钱进来 我可以立即去消费 然后让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 找到工作 大家都非常爽 但是你知道后面可能潜残 所以长期的川普经济 可能问题是很大的 是的 这就是因为上次只有十几个诺贝尔奖 现在又多了很多 诺贝尔奖不容易 对啊 二十三个 不是自立不足 自立超高的人 是的 是的 提醒大众不要瞒目 不要被煽动 OK 好 谢谢郑老师 你在影响美国全境吗 好 那这个让我们一起来看 但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选民会被煽动 因为川普很厉害 你看他讲出这些政策 多么的吸引人 包括一些警察 消防员 军人 这些特定群体 是免税减税的 小费 小费也不用课税 哇塞 这个零小费 在美国的文化都是15% 20%起跳的 小费不用课税 这些这么多看起来非常优惠的政策 美国民众真的相信买单吗 Ross 竞选的时候会相信 但是中间是 如果他真的选上之后 要看国会 国会的两个政党的息子粉配 对 因为如果民主党 获得中议院的多数党 因为参议院相当确定 共和党会胜出 在参议院会当多数党 那中议院目前不清楚 哪一个政党会是多数党 但是如果是民主党的话 这些想法很难通过 很难通过国会 所以根本就大家空欢喜 开心一下而已 目前开心就会选他了 就这样子吗 开心就选他 哇塞 美国民众也蛮好买单的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来看看日本的狂风暴雨 谢谢大家 你就第一遍 好 by bwd6